這個活動是關於香港、香港設計、香港、香港的東西 很想來看看有些什麼 在戶外的時候要防水、要很堅韌 在今個月中,全港首個在戶外售賣露營用品的市集 發現有些營人會自製裝備在這裡賣 Jason讀初中時已經自己車營,家族經營做帆船布料的生意 令他自小就車功如神 有材料、有容許駕餐的地方 就自己車一車來試試 車有什麼情緒 後來他迷上輕量露營的方式 自己車出各式各樣的裝備 四年前推出自己的品牌 其中一款主打的產品是杯囊、防水之餘 袋身和索帶除顏色的多少價錢會不同 同樣是帶輕量裝備的Tara 最初買美國製造的裝備的時候還會比 綿織會車都歪了 或者根本上有些綿織會鬆鬆的 可能自己要求比較高一點 但它的功用是OK的 而輕量露營的人也會自己裝備自己做 他加入了DIY行列六年 這個電膜可以兩面用 藍黑色免料可以吸熱 銀色免料可以反射熱力 他亦有推出小型的背囊和撕背袋 最好得文青之愛的皮革產品 手作人Leslie就將它帶到戶外 都是以小型物件為主 但不要小看這個皮電膜 可以電煲 面層還有防水塗層 一開始做DIY的 是想跟別人有些分別的 但後來就自己覺得 其實DIY這件事是環保的另一種 但是DIY 因為自己親手設計 自己做會珍惜一點的 其實 現在2013年才開始露營的David 很享受汽車露營的遊行 但是現在你吃一頓飯 很多地方都限時間的 變成有時就不可以暢所欲言 但是你在露營那裡 你就不受時間限制 於是想在香港 發掘更多汽車露營的地點 或者交通方便 設備齊全的露營地點 去年就跟元朗大江部村的 活機園有機農場合作 搞露營活動 本月中還將戶外手作人 帶來這裡開市集 有七百多人出席 反應熱烈 他說短期內都會辦類似活動 不過形式會有些創新 除此之外 他還推介了兩個營地 讓大家感受悠閒露營之樂